剛才來今天想要幫女性的... 其實還有女性旁邊的男生 都要解決一些問題 就是每個月呢 發生事情的時候 都能講發生事情 什麼時候 身體...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女生自己面對這件事情 可以用到哪一些有效的方法 以及如果她不知道的話 旁邊的男生 可以幫她怎麼樣消除這個痛苦的話 我們歡迎四位女生 哈囉 妳們好 是叫高艾牌的嗎 等等... 帶安娜來聊這件事情 很突兀吧 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會讓我們來的 這代表... 應該跟我們坐在一起 對 我也覺得還不錯 可是今天這主題其實很適合 妳願意談這件事 當然啊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有一些撇步的話 出來給分享給各位 妳不是希望讓大家認為 妳沒有這件事嗎 其實是大家都以為我沒有這件事 但我一講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太奇怪了 可是妳大聊這件事 會不會有損妳 比較性格的形象 還好啊 還好 那這四位看起來 現在都榮光煥發 可是有幾位 我們很久沒有見了 卓永寧小姐 還是已婚狀態嗎 對 對 妳怎麼有辦法 讓我們一直都沒有見到 姑爺是... 可是其實她上個禮拜有來耶 然後這個禮拜也會來 妳知道老公就是一個 長期簽約的臨時演員嗎 不是 已經有簽好保密條款 我有在想說 她先生應該是說廣東話吧 應該是 對... 我跟她說國語 她跟我說國語 妳是不是覺得我們在質疑妳 不會啊 整個維持婚姻的人 合理狀態 好像很多人在懷疑 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到她本人嘛 然後我們又還沒有請客 所以很多人在懷疑 為什麼還不請 就我覺得請客是一件... 還在面試演員中 還在又要求要加薪了 因為今年... 因為今年飯店都很滿 我覺得有一點麻煩 然後還要找婚紗 要弄很多東西 就覺得好煩 妳怎麼走到那麼敬業的裡面啊 跟哪一個請客是吊個黑 沒有啦 我真的有結婚 其實是妳自己的事 妳不想請客就不要請 有什麼關係 可是我覺得父母還是會希望 婆婆也會問說 妳什麼時候要請客 然後我就說 所以家長也不相信是真的 不是 我在想可能還沒想到公婆的裡面 很難湊成一集對不對 她也會問 她們不會吹 可是她們會問 妳如果看港劇的時候會看到她 對 最近有看的話應該會看到她 好 主婦姐請坐 謝謝 歡迎 劉慧欣也可以坐 好 丹娜也可以坐 一個... 沒有啦 沒有啦 落單了... 妳自己也應該知道 妳為什麼還站著吧 因為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好像都沒有遇過她耶 她就想我們啊 對啊 聊一下我們 聊一下孫協志的事情 跟我們講 妳是不是... 妳是不是記錯名字 小鐘 妳自己說 這件事的精采度是不是很高 非常高 我跟她這麼熟耶 我還不知道 我一直看報紙才知道 妳跟她... 妳跟她很熟嗎 我們曾經一起演過電影 她是女主角 我是男主角 她演我還相信 妳怎麼可能是男主角 我真的是男主角 我也一個魔術師 而且是個很爛的魔術師 所以基本上不用演 片名是什麼 愛在山海花都 愛在山海花都 我們聽不懂 對 山海花都 怎麼理人片名就講不清楚 愛在山海花都 山海花都 對 山海 這是一個建... 山海... 是一個房地產的建案 不是... 其實她的原名叫做 愛在13號倉庫 可是因為就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不能用13號倉庫那個名字 所以就要用在... 因為她主要是在介紹台中的美 所以是觀光片 對... 所以不是在戲院會上的 沒有上 是三分鐘長嗎 沒有...差不多有... 一個多小時 在那個首都客運上 真的 你去台中做二客運就看得到 她在台中 就是在那邊公開台中的漂亮 那裡的 怎麼會講得好像 真的演了一部劇情片一樣啊 可是在電影台有播 有播... 在龍翔電影台有播 這是幾年前的事 去年吧 沒有 就去年 丞翰 你知道我們在聊什麼嗎 我知道 王八嫂 你要不要跟觀眾 解釋一下萊龍迅脈 之前... 那個... 老公嘛 對不對 什麼老公 對啦 前... 前夫啦 對 他是... 對 別人的前夫這樣啦 是 對啊 你幹嘛今天又半雨天啊 沒有啦 那是假的 我送 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八卦 你知道嗎 所以小鐘知道這件事 之後有打電話問 我沒有 我是剛剛才... 剛剛遇到他 我才問他這個事情 你敢當面問喔 因為我們熟的程度 是可以當面問的 我說... 我說最近你好像還不錯喔 我說我最近都沒聯絡 我是看報紙才知道你的新聞 他怎麼回答 他就反規我 他說最近我也是看報紙 才知道你的新聞 你什麼新聞 就沒有 跟那個火鍋妹的事情啦 你們現在進展 跟那時候一樣 差不多啊 還在看電影 還看電影 吃飯啊 不是應該已經要同居了嗎 孫志豪到底... 你幹嘛是什麼 我沒有弄你 你一直弄我 沒有 我沒弄你 我只是也跟他們一樣很好奇 真的啦 依照我們康熙的規矩的話 就是說 發生當下也不會去煩人家 等到情況穩定 比較不會造成干擾了 那他們願意來康熙 就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 要來發表一番見解了 因為如果他們不願意公開 你問了也尷尬 可是他們最近好像有一起 大方的去看演唱會 是 所以代表你們倆 現在是可以被大家知道吧 我就覺得就是大家就是交朋友 然後就是希望就是 我是一個工作跟私生活分很開的人 對 我就是希望我工作完 我換上平底鞋 我換上我自己的衣服 我就是一個路人 開始的時候妳就有跟他講說 我跟妳在一起是要過路人的生活 可不要搞到我們一天到晚 被跟拍什麼的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對 可是你們兩個都很不路人耶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啊 大家交朋友 然後也是需要時間來認識彼此 了解對方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 就是讓我們自己來完成這一個部分 可是妳那麼怕被人家受矚目 然後妳們的... 兩個人都是很容易被矚目的人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妳有沒有覺得想說算了 其實有一開始我非常的... 對 其實我們已經認識彼此就是 我們有很多共同朋友 然後也認識滿久了 然後... 對啊 我一開始我非常的抗拒 缺氧氣嗎 缺氧了 已經認識很久了 這種感覺是說 那為什麼一夕之間有火花爆花 可能兩個人 我們本來之前認識的時候 都是旁邊有人吧 然後同時變成單身 然後可能互相聊一聊 彼此的心情 或者說他可能正在心情不好 然後男生說 你最近怎麼了 那一刻的關心讓他突然覺得 我可以嚇死了 我可以嚇死了 什麼樣子 你們真的想太多... 你們真的想太多 所以認識很久 忽然有火花的... 有一個契機吧 就是那個吃那種日式料理 然後就是點生冷的東西 然後就說會交代就是 不要吃生冷的 可是對女生不好 好不好 這樣我們是不是要切回主題了 你特別來的時候 玄紙晃這麼細心 可是他那句話會不會需要 跟現場所有的女性講 所以我知道小鐘跟他合演電影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管過 他吃生冷的東西 不是 請我吃冰啊 如果好來喔 吃冰喔 如果燒肉我烤好夾給你 可能烤得還太深 你就夾給人家 我烤全熟給你 不是 女生如果吃生冷的 男生應該要阻止 一定會阻止的 這絕對要阻止 你們都會阻止嗎 不是 我覺得他喜歡吃就... 他就是要去吃... 對啊 他喜歡吃就讓他去吃啊 可以從別的地方就是... 可是對女生身體不好啊 像生理期來的時候是很少的 比方說你很愛吃的話 帶你去吃沒關係 但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就知道錯了 萬一就是看電視的女生 很想吃生魚片 然後在男生學的時候 就一直說不要吃... 可是如果那女生本身體寒的話 男生是可以假裝關心一下啊 所以你們女生都會為這種事情 動心嗎 如果你也喜歡那個男生 他這樣講我是會覺得他很可愛 可能那男生就會自己 想把生魚片都吃光了 可是如果我對那男生沒感覺 他叫我少吃生魚片 我就想說幹嘛... 老娘不行... 對啊 妳就想吃我的脫牌 妳不一樣就... 我知道啊 那有必要每天晚上都要問安嗎 晚安 每天... 其實現在聯絡的 現在那種智慧型手機 平常聯絡大家都很方便啊 每天都有 就任何時間 什麼 每天都講晚安喔 一天幾折 腳都已經折成這樣子 不是啦 腳都是促火中燒嗎 沒有...我很祝福她 她現在很開心啊 她 我很祝福她 因為我覺得... 我跟諾雅相處過 是諾雅 沒有 她是諾雅 她一直都這樣笑我 她是一個真的很不錯的女孩子 而且非常孝順 她的願望就是在東區買一棟房子 跟她還有她媽媽一起住 男生的經歷 不會讓妳打退堂鍋嗎 就是她曾經... 她有結過婚 然後有小孩 或者是之前的新聞 平常新長會 那妳怎麼克服的 還是... 而且我覺得她壓力很大 因為她媽媽是很保守的人 妳媽媽不害怕 因為我很關心她 她媽媽是個很保守的人 所以她會很在乎她媽媽的感受 所以她媽媽其實... 妳真的認識人家的家長嗎 妳媽媽是不是很保守的人 對 而且她媽是做窗簾的 對 對 好戲 好戲 人家做窗 做批發的 教師父批發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有點驚訝 因為本來她媽媽是個比較保守的人 她關於交到這個之前的一些 就像她講的一些經歷 我覺得她要走這個愛情路 會走得很辛苦 所以起碼得問媽媽介不介意 是不是 還是說其實不用媽媽 所以我想問她一個問題 妳媽媽有跟她見過面了嗎 沒有啦 沒有 可以不回答啊 真的 不然妳還問 我會不會是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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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中這題還滿人性化的 對